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动作是为了模仿在中场抽压形成向前的跟进一个小并步 好 接下来我们请小叶子来练习 第三个游戏也是踢球需要两个人配合 小叶子从前发球线附近出发 往身前的左中右三个方向踢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有球的练习 前面我们学习了在中场的抽压 在实战中我们不会一直站在原地打 而是会随球跟进 这个步法正好是前面的游戏踢球的那个并步 好 接下来我们请小叶子练习 大家请小叶子练习 蔡师兄就是像刚刚那种进网的时候 然后那个球又比网子更低的时候 这种球就很容易下网 那我在平时练习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去解决这样一类的问题呢 双打进网的处理上 对于略低于网口的球 建议还是用立拍处理 只是这个立拍拍面要略微厚仰一点 如果再低 低到了差不多球网一半的高度 就是横拍的处理 这里的横拍和单打有很大的不同 单打更多有一个戳球的动作 而双打更多是挡网 直接把球碰进去 或者碰对角 或者带一点切 好 接下来我们请小叶子来练习 看了今天的视频你们都有练习吗 欢迎大家到圈子里跟我们一起练习打卡互动 还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千元球拍 当然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蔡师兄都会为你们解答哟